對於千百年來解釋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讓我們一一來拆解 遜而不迷 Hello 歡迎大家回到遜而不迷 今集繼續講動物全心的 之前講過一些個案 都是用畫面 又或者是用自動書寫 或者是自動配話的方法 去跟動物溝通 去接收到他們的訊息 今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個案 就是我用聲音 用聽覺去接收到訊息 因為之前講過 我也是一個對於聲音 是很敏感的人 我自己做配音 所以對於聲音、語言、咬字等方面 都是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都是對聲音敏感的話 可能你們去接收一些訊息的方法 是有聲音回來都不奇怪 那麼那個聲音來到的感覺 其實不是說你真的耳朵 去聽到現在這個環境 有些什麼聲音 而是真的在內耳朵 去突然間聽到一些聲音 或者一句說話 或者一把聲音 那把聲音可能是你未聽過的 可能是你自己熟悉的聲音 或者是你自己的聲音 都不奇怪 我那次的經驗就是 我和一隻貓貓去傳心 這隻貓貓也不是我朋友的貓貓 但是是我朋友的朋友的貓貓 我朋友就代他朋友找我 就說你可不可以和那隻貓貓聊天 我和那隻貓聊天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人唱歌的聲音 就是在內耳朵傳來的歌聲 但是在唱什麼歌呢 其實我又不太聽得很清楚 但是總之我就是聽到歌聲 人清唱的歌聲 而那把聲音是有些磁性的 女性的聲音來的 我就跟他講 我看到一個畫面就是 那個人和他唱歌的那個人的畫面 就是爆炸頭來的 女性來的爆炸頭來的 我就和我朋友說 我聽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朋友就告訴主人 然後主人回覆說 其實我經常抱著 我的貓貓唱歌給牠聽 所以貓貓經常聽到主人唱歌 在我和牠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給主人唱歌的聲音給我聽 其實牠就告訴我 主人經常唱歌給我聽 而我看到主人的樣子 亦都是 我朋友告訴我 主人真的是這樣的髮型的樣子 還有牠的聲音 是真的比較磁性的 有另外一次經驗 就是跟野生動物去溝通 拿著一張野生動物的照片 去跟牠做動物傳心 其實都是一個練習 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不單止可以和我們 自養的寵物去溝通 我們都可以和其他的動物去連結溝通 去獲得一個信息 問一下牠 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人類說 去知道這個大自然究竟發生什麼事 知道每一隻動物的感受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練習 那次很有趣的 我就拿著一張照片 就是熊貓的 野生熊貓的照片 就安然地坐在那裡咬捉筍的熊貓的照片 在那裡跟牠溝通 那我就期待 究竟有什麼畫面可以讓我看到呢 在聯繫的時候就問牠 熊貓 你好啊 我想和你聊聊天啊 你有什麼想告訴我們人類 請你給我一些訊息 那時候呢 我突然間聽到一句對白 在我內心中聽到一句對白 就跟我說 看什麼看 接著我看到畫面是牠用背部握著我 原來野生動物呢 你可以溝通到 但是牠願不願意跟你溝通呢 其實牠就這樣跟你說 看什麼看 意思是牠不想跟你溝通 但是都是一個溝通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來的 對呀 聽到這把聲音是很低沉的聲音 粗聲的聲音 去跟我說這句說話 我覺得挺有趣的 去聽到聲音的一個個案分享 我相信每個人 他接收到的訊息的方法都不同的 有些人就看得到多些 有些人聽得到多些 那我這兩樣東西呢 也都有的 那 久而久之 當你練習得多的話呢 你都會找到自己接收的方法的 那你也都可以知道 究竟哪一樣方法 對於我來說 是會最適合呢 那透過練習 你就可以發掘到更加多的了 好啦 我們下次再分享更多 不同的動物的個案 下次見